こんにちは 今天的学习内容是副词 日语的副词没有词尾变化 主要功能是限定和修饰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副词 根据语义和语法功能一般分为三类 一类是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情态动词 如どんどん、のんびり、ゆったり等 日语中大量的你生以太词也都属于这一类副词 第二类是表示动作及状态的数量或程度的程度副词 如ちょっと、かなり、すこし等 第三类是表示说话人态度或语气的陈述副词 如決して、ぜひ、きっと等 下面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这三类副词的特征 情态副词中既有ゆったり、どんどんと、そろそろと 这样修饰动作实际意义的、也有像さっき这样修饰实态的 さっき是刚才、表示过去、所以不能修饰非过去的位于形态 程度副词是修饰具有程度性的、状态的 比如 昨日は大変暑かった 今日はちょっと疲れました 对于程度副词 我们需要了解和掌握两点 第一、该程度副词指示的是何种程度 第二、它是用于肯定句还是否定句 比如 表示的理解程度 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 和あまり一样 必须和否定形式呼应的副词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重点 比如 但现在也出现了很多用于肯定形式的情况 比如 王さんの意見 私としては全然OKですよ 因为程度副词是修饰具有程度意义的词 所以 被修饰词不一定是形容词或动词 比如 田中さんの少し右手指示的 吉田さんです 这一句当中 少し修饰的 是具有相对性的名词 这类名词可以用 すぐ 少し 来修饰 具有相对性的名词就是指 上 下 右 左 正 正 前 後 等 这种性质的名词 彼女はなかなか美人だ 这一句中 美人也是名词 表示的是 美しい人 里面含有美しい 这一带有程度意义的要素 因此 也可以被程度副词修饰 同样的例子还有 返金 大物 难代 等 程度副词 有时可以修饰量和平度 如 この問題はかなり難しい 表示问题的难易程度 この事故で乗客がかなり亡くなったらしい 表示 因事故死亡的乘客数量 吉田君の試験はよくできています 表示 吉田考试情况好坏的程度 吉田君はよく海外に行きます 表示 吉田去海外旅行的平度 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时 一般是表示数量和平度的 我们再来看看 成熟副词 根据位语叙述方式的不同 成熟副词可以分为以下几例 この事は決して他の人には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少数确定或不确定语叙 田中さんは必ず来ます 明日はきっと晴れる 少数假定语叙 たとえどんなに難しくでも 最後までやり遂げます 少数悲哀语叙 まるで真夏のようだ 少数愿望 今年はぜひ涼しいところで 夏を過ごしたいものだ ご都合がよろしければ ぜひうちに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这一句中 需要注意的是 是非这个词 我们一般翻译成一定 但它表示的是 说话者的愿望 像 我一定要考上那所大学 这种表示意志的句子当中 是不能使用的 还要以来 首相是疑问的 普通 大学で一体何を勉強しているの どうしてパーティーに来なかったんですか 労力受訴是 成熟普通 同意特定的 有名審査相呼应 有些也可以 担当使用 比如 きっと彼は 来ないだろう 来ないと思う 来ないはずだ 来ないに違いない 多分 彼は来ないだろう 来ないと思う 这类词 我们可以不使用 具委形式 直接说 きっと 彼は来ない 多分 彼は来ない 而那些必须和特定 具委形式呼应的 副词 取消了具委的 呼应形式的话 就不符合语法规则了 例如 もしがすると 彼は来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如果句目没有 かもしれない 这句话就显得非常奇怪 最后再强调一下 几个常用陈述副词 使用时需要注意的情况 一 表示 假定的もし 不能单独使用 需要与特定的 句目形式呼应使用 但在实际使用中 もし本身 确实可以省略的 比如 もし 明日雨が降ったら 買い物に行くのは やめましょう もし あなたの都合が悪ければ 私が代わりに出席します 多分 表示的 確信度 不是绝对的 因人而已 只能说 比かもしれない 的可能性 要高 而比 きっと的 要低 主要的 注目呼应使用 多分 何々でしょう 多分 何々だと思う 多分 何々じゃないかな 多分 校長先生は 昼食の時間が なかったのだろう あの人は 多分 道に迷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 日語付詞 無論形式 還是意義 都是多種多樣的 实际的使用 远比今天所讲的 要複雜 我們可以在後續的學習中 繼續歸納總結 好了 今天就先到這裡 お疲れ様でした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